刚刚遭遇意外不久 惊艳的张亮颖依然坚持工作 一袭红裙献身广州的她 倾弦女神风范 虽然身上贴着胶布 大大小小的郁青清晰可见 张亮颖却淡定地和记者说起 这次坠落舞台事件 怎么回事呢 我就是忘记流程了 然后北京这一场 有一个特别的安排 中间要升降钢琴 然后上台前导演他们 还专门提醒了我 然后耳机里面其实也有提醒我 但我拍了之后 我听不清楚 她说了些什么 然后就往后退几步 结果就退下去了 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是先低头 就只要不要摔到头 先是摔到了围 医生说卧床静养 我说我可以做到后两个字 身体还未恢复 张亮颖又投入到新工作中 本月由她演唱的电影 终结者创世纪全球主题曲 Fighting Shadows 和恋爱中的城市主题曲 永远将与观众见面 一个启示磅礴 另一个则是浪漫为美风 歌迷们算是有福了 也是一个不一样的尝试吧 就是希望这首歌可以 真的很好地为电影服务 所以碰到好的电影 我都非常非常地愿意去配合 张亮颖爆料除了为终结者 创世纪主题曲现声 他还收到出演角色的邀约 不过他最终还是放弃了 这次出演好莱坞大片的 绝好机会 这次唱完终结者的主题曲 他们还有跟我讲说 后面有一些就是Paramond的电影 问我愿不愿意演 就是客串一下 就不太长嘛 我说客串也不要 我真的不会演 就是我就不要给大家捣乱了 我说客串也不要